最空山的山顶,景象还如之前一般,举目望去,山野空旷辽远,四下清幽宁静,景物依旧,只是人的心境已然有了不同。 魏无羡站在崖壁前,看着下方那条纯纯流动的小溪,心情颇为复杂,就在这里,他遇到了暴山散人和无童,经历过猪斑波折,极致如今他和蓝望鸡两人同系一条命,同生共死,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,但已是最好的结果了。 想到这里,魏无羡心情激荡之下,忍不住冲着下方的山谷,大声呼喊了起来。 随性而发之下,所说之话都是些无意义的语气词,倒不妨碍他直输胸义,一表情怀。 一顿鬼哭狼嚎之后,魏无羡长舒一口气,脸上露出了孩子般满足的笑容,大笑道,痛快。 蓝望鸡副手立在魏无羡身后,不发一言,山风将他的衣袍吹得速速作响,目光落在了面前那人的身上时,向来冷淡如冰山的脸上,竟微不可查地露出了一丝浅浅的笑意。 转瞬即逝,魏无羡转过头看向蓝望鸡,笑意游字挂在脸上,这么多天来,各种事情纷至踏来,焦头烂额之下,像这般开怀大笑的时候,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 走吧,蓝战。 魏无羡笑道,蓝望鸡举步和他并肩走在一起,远远望去,一白一黑两道身影,竟莫名和谐的仿似画中的人一样,般配无比。 此情此景什么都好,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少了小苹果。 魏无羡突然叹道,那头花驴子,跟着仙子在金林台乐不思蜀,早把这个主人抛到了九霄云外了。 上次蓝灵金氏的子弟们举足转移,小苹果也在其中,魏无羡那几日忧心忡忡,也无闲暇时间多照看他,现在看来倒让他心中多了思愧疚之情。 勿须担心,蓝望鸡安慰道,魏无羡点了点头,刚想同蓝望鸡说说云深不知处的事,后面突然传来了梧桐气喘吁吁的声音。 魏无羡,魏哥哥,等等我。 两人诧异地转过身,就见梧桐神色交集,一路小跑地奔了过来。 魏哥哥,你等等我,你走得太快了,我都快追不上了。 到了两人身前,梧桐嘟着嘴,不满地道,魏无羡蹲下身子,拿衣袖仔细擦了擦他额头上的汗珠,取笑道,魏哥哥,魏哥哥,叫得这么顺口,现在不怕岔辈了。 梧桐小脸通红,也不与魏无羡打嘴仗,将一直背在身后的手,递到了魏无羡面前,给你。 魏无羡垂下眼,看他手中的事物,那是一柄小小的陶木剑,不过巴掌大小,剑身歪歪扭扭,做工粗糙,显然是雕刻他的人,手艺不怎么好。 梧桐见魏无羡没有动作,虽将手里的陶木剑又往前送了几分,急切地道,这陶木剑是我自己做的,送你了。 魏无羡将那陶木剑拿在手中,摸了摸梧桐的脑袋,那魏哥哥就收了梧桐的礼物,好不好? 梧桐使劲点了点头,不舍得道,以后魏哥哥要是有空了,可不可以来空明天看梧桐? 然后他又抬眼瞅了下蓝望鸡,还不忘加上一句,别忘了带着神仙哥哥一起来。 魏无羡目光黯淡了几分,梧桐到底年纪小,什么都不懂,以暴山散人的性子,能救他和蓝望鸡一命,已经是看在藏色散人和蓝翼前辈的面子,破了先例了。 是以日后绝不会允许他再次踏入空明天的,梧桐的心愿怕是永远不会达成了。 魏无羡也不对梧桐说明,只是握紧了手里的陶木剑,笑眯眯的道,以后魏哥哥有时间就来看你,但是你也得答应魏哥哥,好好跟师父学法术,以后长大了,下山了,就来找魏哥哥,怎么样? 啊?梧桐得了魏无羡的允诺,自是高兴的不行,开心的道,那咱们就说好了,你可不准反悔。 魏无羡道,不反悔。 梧桐这才冲着两人挥手道,那我回去了,师父若是一会儿发现我偷跑出来,又得罚我扎马步了。 两人目送着梧桐的身影渐渐消失,远远还能听到他稚嫩的声音回荡在山顶,魏哥哥,神仙哥哥, 你们都要好好的,梧桐等着你们。 魏无羡将手里的陶木剑放进了乾坤袋里,颇有些惆怅的道, 梧桐这孩子,我这么骗他将来他下山,是不是要找我寻仇了? 蓝忘机摇了摇头,也不接他的话,转身向前方走去,魏无羡忙跟在他身后,大呼小叫的道,蓝战,你等等我呀。 两人行了不过数十步,魏无羡想起方才被梧桐打断的事,所以开口道,蓝战,我有些事情想要问你,苏寒此人你我都知道,修为平平,资质中优,他怎么会有能力覆灭云神不知处? 你那日回去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? 这些疑问早已积压在魏无羡心中多日,蓝忘机刚刚苏醒时,他便有心想要问,只是又怕勾起蓝忘机的伤心事,恐不利于他恢复,所以一直强行忍住直到如今。 两人身体无碍之下,云深不知处的血海深仇,还有神秘人的动机,都是摆在他们面前,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 蓝忘机脚步迟疑了一下,半嗓才沉声道,有人事先在云深不知处布下了阵法。 在云深不知处布下了阵法,这怎么可能?云深不知处若是没有通行御牌的话,那是绝对寸步难行的呀,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地方做到来去自如,还悄无声息地布下了阵法,绝对不可能。 可是偏偏就有人做到了,魏无羡只觉得似乎有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一切,扼住了所有人的喉咙,让他瞬间觉得后背发凉,呼吸不畅。 神秘人,黑衣人,魏无羡脑中突然灵光一闪,想起了曾有人突破了云深不知处的禁止,明目张胆地就将柳瑟救走了,连泽伏军都阻拦不住,而这个人和前段时间出现的黑衣人应该是同一人。 若是他的话,在云深不知处悄无声息地布上大阵,而不为人知,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魏无羡将那日遇到黑衣人之事,与蓝旺基说了一遍,末了叹了口气道,这布阵之人想来就是这黑衣人了,除了他,我真想不到还有谁有如此的能力和胆破了。 蓝旺基道,我那日灰云深不知处,便与他交过手了,此人的修为确实深不可测。 你与他交过手了? 魏无羡惊讶地道,随后他脑中快速地将所有的事情都串联了起来。 那日蓝旺基回到云深不知处以后,恰好碰到了那黑衣人,两人交手以后,蓝旺基受伤时,便被窥似在一旁的苏寒偷袭了。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苏寒可以赢得了蓝旺基,而黑衣人手中会有蓝旺基的玉佩,也可以说得通了。 蓝旺基重伤之时,覆盖云深不知处的阵法恰好启动,所有的人都被掩埋在了废墟之下。 幸运的是,蓝旺基衰落在了寒潭里,而他和金陵在金陵台外看到的刘宗主等人,不过是黑衣人布下的障眼法,又使他回到蓝陵。 将蓝旺基身边所有人都分散,然后倾全力一举灭了姑苏蓝氏。 而此人对人心的计算,对时局的把控,一切都恰到好处。 魏无羡也是直到此时,才想通了前因后果。 蓝旺,我们之前皆是猜测,接走柳瑟的人是金光瑶,而且观音庙的石棺里,他的尸体的确是不翼而飞了。 可是我那日见到他时,却又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,他给人的感觉是金光瑶,又似乎不是金光瑶,而且他的修为太恐怖了。 我绝对相信,若是他有一日想灭了几大世家,绝对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 魏无羡神色凝重,黑衣人身上的疑点太多,尚有许多解释不通的地方。 且这人一日还活着,便是悬在所有悬门世家头上的一把刀。 蓝旺基道,近人士听天命。 他这话对于现状虽有些无用,但却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做的,尽力而为,至于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,却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。 魏无羡目光落在了蓝旺基身上,那里曾被人捅了八件,流出的鲜血,甚至染红了整件。 他曾说过,他要替蓝旺基还苏寒十六件,现如今别的事情他可以忘记,唯独这件事情,一刻也不敢忘怀。 若是苏寒还活得好好的,魏无羡只怕从今以后都会寝食难安了。 两人这般说着话,不知不觉已是到了山脚下,魏无羡心内自有打算,他怕蓝旺基着急回到云深不知处, 装作从乾坤袋里找酒,故作馋嘴的样子,一边咋嘛着嘴,一边恼怒的道。 好长时间没喝酒了,这嘴里都快淡出,哎,蓝旺,我记得前面有个镇子,一会儿我去那儿买壶酒,咱们再赶路好不好。 蓝旺基只当他真的是犯酒瘾了,不宜有他,只淡淡的道。 镇子在哪个方向? 魏无羡指了下方向,笑道,蓝旺,你真是太好了,就在那里,半个时辰就到了,等我买了酒,咱们就回云深不知处。 蓝旺基点了点头,两人遇了剑,便往那里飞去。 魏无羡心内暗道,戴德到了那镇子,可得打听一下苏寒的消息了。 修仙之人,遇见速度极快,果真如魏无羡所说那般,半个时辰就到了那镇子,两人为了避免引人注目,尚还在镇外,就将遇见之术收了起来。 蓝湛,可有则副军的消息了? 两人缓步走入镇内,魏无羡记挂着这事,随开口问道。 蓝旺基摇了摇头,他自小就与蓝西沉感情深厚,兄长如今生死未卜,他面上虽不显,内心却是担忧无比。 则副军将司追和景仪送走以后,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,想必他早就想好了退路,我向来很敬佩他的,蓝氏双臂定然是厉害的锦,你也不要太担心了,我已然传信给江城,若是有消息的话,他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。 魏无羡宽慰道,两人一路向着镇中心走去,最终在一家看起来不错的酒楼前面停住了脚步,魏无羡与掌柜的买了两壶酒,没有了天子孝,姑且就先拿着酒解解馋吧。 他正想着这掌柜打听一下,最近仙门百家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,却不妨听见了旁边一桌吃酒汉子闲聊的话。 莫灵苏氏家的家主苏涵呢,听说正邀请仙门百家去他那千金台上附会,不知道有什么打算。 这姑苏蓝氏没了,他能有什么打算,不外乎就是想取而代之呗。 这莫灵苏氏当初就是从姑苏蓝氏分出去的一只,名不正言不顺的,如何能服中啊? 你懂什么呀?莫灵苏氏现在不知道多疯狂,听说现在好多世家都依附于他们了,若真的想取代蓝氏的话,也不是没可能。 魏无羡和蓝望鸡对视了一眼,皆觉得这消息背后似乎蕴藏了极大的阴谋。 当初魏无羡一怒之下,将整个抹灵苏氏的弟子都杀了,未曾想到不过几日,这苏涵就卷土重来,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召告天下,丝毫不惧自己的野心。 他正欲说话,忽觉得心内一动,盲偏指在空中一挥,一张符咒出现在了他的指尖,魏无羡皱眉道,江城来信了。 他一边说,一边将符纸展开,只见上面墨色淋漓的几行字写着,则伏君安好,金陵,蓝丝锥,蓝锦仪失踪。 精彩内容,我们下集再见。